你好,我是州務卿Sam Reed 美國民主以健康地成長超過二百年 在此,太平洋西北區,我們有平民主義的傳統 我們就更多民選代表及更多選票動議投票 請跟我們一起看接下來這個深入探討我們選舉的節目 選舉制有被大幅改善去保障你投的一票被重視 你可以信任華盛頓州的選舉制 當你到附近的公園遊玩和放鬆 你大概不會考慮到誰支付這些設施的費用 事實上,保養這個寶貴社區資源的費用是出於你的口袋 你的社區決定建設或保養這個公園 或民選代表決定使用必要的稅收 無論如何,區內每位合資格的選民都有份決定 這個是民主的基本原則 無論你就當地問題投票或選舉州或國家領袖 你的選票都是你的聲音 投票極為重要 比我們擁有人民中間的真正民主 令人民的聲音被聽到 每位年滿18歲或以上的公民都有權投票 而且很簡單 登記,你可以撒取表格 之後寄給郡審計長或州務卿辦公室 在大部分郡,你的選票將被寄至你附上 過去幾年我都刻意去投票 保證我有自己的聲音 而且投票是身為美國公民的基本福利 我不尊重那些不肯花精力去投票的人 如果你不投票 你的聲音就沒有人聽到 你就沒有份做決定 因為每人都有選擇權、有發言權 在任何公民可以投票之前 他都必須登記 所有合乎資格年滿18歲的美國公民 都有權登記做選民 跟其他華盛頓州的已登記選民一樣 新登記的選民資料 將被輸入州制選民登記資料庫 過去每個郡都有自己的資料庫 但是現在國務卿辦公室有一個統一的資料庫 好處是例如 我們收到懲教署的重罪犯名單 當我們有統一的資料庫 就可以從中減去重罪犯 或者收到衛生署的死亡名單 就可以隨名 我們現在可以將選民登記資料 和衛生署及社會安全局的死亡紀錄 懲教署、州管局和法院的重罪犯紀錄 以及郵政局和牌照部門 根據當前的地址紀錄比較 加以實核 這樣我們可以大大改善選民登記系統 但總無辦法時時都能掌握最新資料 因為每日都有人結婚 有人過身、有人搬屋 有人連滿18歲登記做選民 要是合乎資格而有真正有登記的選民 在這個過程中 選民有獨特的角色 當然他們不僅需要在選舉中投票 還有責任提供最新的個人登記資料 當本屋或有家人去世的時候 通知我們 在本國的選舉投票過程中 選舉舉辦者和選民是真正的合作夥伴 選民簽名是選民登記資料庫的另一重點 每次選舉 選票信封上的簽名 都會跟郡選舉部門全案中的選民簽名比較 加以核實 所以我們給選舉助理人員充足的訓練 我們每年舉行一次大型會議 我們有分區會議 亦有訓練班訓練他們如何舉行選舉 包括由州管局防藝做文件專家 指導如何辨認簽名 請保證其他人看得見你的簽名 以及吻合你登記上的簽名 如果你的簽名跟二、三十年前登記表格那時不一樣 請再填寫表格 當然登記做選民只是第一步 令你成為政府系統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參與制定有關我們如何生活 和相處的基本法則 每次選舉 每位選民都有責任了解選票上的動議和候選人 讓我們看看候選人和動議如何出現於選票之上